大家好啊 9月18号16点37了啊 呃 待会儿给大家聊聊莱茵河啊 是吧 那天我说这个法国的鲁瓦尔河 然后我又提了一下莱茵河 后来有一个朋友说莱茵河不是在德国吗 哈哈 后来又有人说啊 莱茵河是在比利时 这个流入大海的 反正我是对地理特别特别喜欢感兴趣 我就查了一下资料 还真是有一段莱茵河是这个法德之间的戒合啊 他入海也不在比利时 入海不在比利时在这个荷兰啊 而且莱茵河呢 流经了十个国家啊 七个国家 然后呢 还有三个国家呢 没有流经 没有直接流经 但是是这个流域啊 好像有意大利啊 还有其他的 加一块莱茵河流域十个国家呢 啊 我看到那些地名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从小 要有一本地图册 我就看看看 没完没了的看 啊 家里边我妈就把我们家那个电灯 把那总闸都关了 不让我看 有的时候我在被窝里救着月光 那会儿住平房啊 那会儿污染也没有 那会儿的月亮啊 月光是非常皎洁的 我还在看地图册啊 非常喜欢 这个刚才说到了温家宝 温家宝的老婆张贝丽 或者叫张培丽 还有他们家的白手套段伟红 还有段伟红的老公沈栋 还有刚出的这本新书叫红色轮盘吧 或者叫红色赌盘 这提到了这个 呃 首都机场啊 首都机场这个物流园区 空港物流园区 物流基地啊 那么也会涉及到啊 我我会联想到 首都机场的东阔 刚才我聊了 有三山 桃山 龙山 港山啊 当初我记得迁走好几个村啊 这个 那会儿我真的几百次的路过那儿 首都机场是我一大客户啊 然后我哥又住顺义 还有别的一些亲属 还有一些朋友 所以那会儿我真的几百次的路过那儿啊 这个 所以啊 我得给大家聊一聊啊 我搜了一下 就是到底迁走几个村啊 这上面有一篇文章说 顺义 北京顺义 六千九百名村民 为首都机场东阔搬家 六千九百人啊 我不说了吗 有一个老头 就是机场东阔 还搬到我们安定门去了 这人啊 就像浮屏一样 飘来飘去的 是吧 还有我一同学 在那个国家测绘局 现在叫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啊 国家测绘局也是我的客户呢啊 原来啊 在建设部大楼里 现在他们在首都机场东边 顺义区里桥镇 他们搞了好大一片 叫什么国家地理信息产业 业园区好大一片啊 这个先说这个六千九百名村民啊 为首都机场东阔搬家的事 说是69岁的张安老人 常常站在远处 跳望新航站楼的工地 看着他电机建设封顶 一点点的涨起来 那个地方曾经叫顺义区 天竹镇龙山村 龙山啊 好像台湾的高雄也有三山哈 有那个左营 左营是高雄吗 啊 有凤山 有龙山啊 还有什么山 好像高雄也有三山哈 这个天竺镇的啊 龙山村是老人生活的近70年的地方 69吗 69岁 完全认不出来了 张安说 已经不能确切认出老宅的位置了 但是我常告诉孙子 咱的家将来就是世界通往北京的窗口 这是咱的自豪 对 我刚才又看到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 这几个村啊 不包括我那会常去的回民营 回民营 我到那买牛肉 买牛肉是孝敬我的客户 首都机场国行的一个总经理 啊 不是给他人买 是他养了几条大狗 我除了伺候他的人 我还得伺候他的狗 是吧 拍马屁吗 像我们这种人 小买卖人 他得哈着 点头哈腰 我们就跟狗似的 是吧 我到那个 后来我知道他们搬了 就是温家宝的这个关系户 就是这个 沈栋啊 段伟红夫妻俩 搞那个空港物流 他们就搬了整个那村 不是机场东扩 机场东扩是六个村 后来搞那物流 又把回民营 可能还有别的村啊 搬到后杀狱 给他们盖的楼房 啊 然后在那个小区的南边 一拉六 是弄了几间那个清真餐馆 什么清真牛羊肉 卖牛羊肉的 是吧 回民两把刀吗 然后在那个小区的西北方向 好像建了一个清真寺啊 我去的时候还赶上出殡了 有一回我去 有人啊 裹了好几层白布 穆斯林 是吧 埋的时候 得冲着卖家 西南方向 是吧 回民死 不叫死 叫无上了 无上了啊 回民互相之间 叫朵斯提 是吧 像我们这不信回教的 管我们叫咖啡冷 是吧 墙上挂那个京堵 堵阿尔啊 京堵啊 作为奥运重点工程啊 首都机场扩建于04年3月底开始 啊 04年的时候 04年时候 我还在安定门外青年湖住着呢啊 计划07年底竣工 03年11月开始啊 地处新航站楼 及周边地区的六个村 六千余 九百余村民 陆续开始搬迁 这个 天竺镇 天竺镇的龙山村 后来 机场周围还修了好多别墅区呢 有的九几年就开始修啊 我开滴滴快车的时候还去接过人 接了一个国宝 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一个 一个大姐啊 他爸爸是这个 副总理啊 周家华的原来的秘书啊 他们家原来也住我们安定门外 住在青年湖公园 南门啊 好像是冶金部宿舍还是哪 反正住在那附近啊 这个 龙山村啊 位于首先动工的新航站楼的位置上 03年的9月25号啊 03年 非典那天啊 非典那年 9月25号 非典都过去了 是吧 现在又有一个比当年的非典 厉害几千倍的 一个超级病毒 横空出世 是吧 死的人 死了几百万了吧 全世界 几百万还是几十万 当年对外公布 说死了八百 死了八百 实际上可能死了两三千 有基础病的人 有基础病的人 不算死于非典 因为因为我们家有的亲属 就参加了 那个抗击非典 他就是大夫啊 我们家在医疗口 也有五六个啊 我们家教师有十来个啊 医生啊 教师 还有共产党的小干部 基层小干部 什么科技 处级啊 也有那么十个八个的 这个03年9月25号啊 村口贴出了通知 说机场新航站楼 是支持奥运的重点工程 当时村里人都议论 这可是国家的大事 咱得支持啊 70岁的吴书清 对那些日子发生的每件事 都记得很清楚 10月1号 区和镇的干部 开始挨家挨户宣传 15号开始入户测量 测你们家的面积 给你多测点 你就多弄点 钱啊 少测点 你们家就亏了 11月15号开始签字 搬签 让他们签字啊 就搬签了 到11月20号 全村都签了字 没有一户拖后腿的 是吧 中国老百姓还是老实啊 11月21号 吴书清一家搬出了老宅子 他带着14岁的孙女啊 这个走出了家门 啊 哎呀 一说到人家搬家 哎呀 我心情都沉重 我就搬了很多次的家 04年的5月19号 仁和镇的塔河村 也开始搬家了 村委会的主任 叫求文香 特意记下了一份 塔河村的村史 这个小村始建于1316年 1316年 都700多年了啊 700多年了 那个 那还是元朝的时候 是吧 明朝是1368 啊 还是元朝啊 明朝建立前的52年 因为村西有一条河 村南有一座塔 而得名的塔河 是吧 塔河村 塔河村 村里边有一个服装厂 搞外加工 哎 后来搬迁到南法西 哎 因为这个塔河都拆了嘛 搬迁到南法西 后来在南法西的时候 那村那个有些 他给人家名牌加工 做多了 做多了之后 他们卖 按工厂价卖 我那会儿住在顺义马坡 啊 马坡 我们那小区北边 有一溜高台阶 哎 人家自己买一个门脸房 在那卖他们的尾货 有的那个围巾啊 夹克啊 我还买过几件 现在我穿那个绿色的薄夹克 就是从那买的 这个塔河即将变成机场第三跑道飞行区了啊 从03年11月到06年的6月底 机场扩建范围内的啊 这个龙山龙山 塔河 桃山 还有冯家营 谢家营 还有少马营 六个村 整建制搬迁 这六个村就搬走了 整个搬走了 整建制搬迁 什么意思啊 你原来是这个村的人 搬走以后 还给你安排在同一个小区里 住楼房也在一块 不让你分开 啊 马坡那边也是 我住那小区就是三个村 又给你们弄一个小区里 顺意啊 号称有72营 什么几州营啊 下线营啊 合金营啊 什么这个北小营啊 高丽营啊 大姑营 小姑营啊 是吧 什么这个这个文化营啊 什么垮子营啊 沙子营啊 庄子营啊 三四营啊 头二营啊 是吧 全是各种营 哎 七山二营啊 这个搬迁人口 六千九百多 民宅搬迁了 两千一百余宗 两千一百余宗 就是两千一百余户 两千一百多个院子 每一宗 这一宗啊 有大有小 哎 就是一个宅基地啊 应该是两千一百多个宅基地啊 林木 罚千 罚遗 说是罚遗 罚了 有的还遗走 再种 那几乎没有 全罚了 我住旺京的时候 我们那小区原来东边 就一大片树林子 至少几千棵树 全没了 现在变成大旺京商务区了啊 林木 罚遗三百六十四万 三百六十四万株 三百多万棵树 坟墓搬迁 一万余座 坟啊 活着的人六千九百多 还有一万多座坟啊 那得多少辈的祖先呀 是吧 还有企业的搬迁 市政基础设施的改宜 是吧 后来他们的很多居民搬到那个港新家园去了 港新家园啊 港新家园在顺一县城吧 入住的是塔河村的 少马营的 冯家营的 谢甲营的啊 可能那几个那俩村的 那个龙山的和桃山的可能没在那啊 还有好多工厂都签了 还有那个哪儿 还有那个 原来首都机场里边 那会儿有一条路 我常在那边走 首都机场还有好多宿舍呢 什么南平里 北平里啊 那会儿我还 是吧 有的客户啊 人家头头脑脑的 我给人送点礼啊 他们有的在那儿还有房子 后来这首都机场 在在那个望京 他们还盖了那个什么 还盖了就是自己的小区 那个叫什么小区 叫利泽什么什么 我还到那小区找过人 找过人说白了 就是给人送点礼啊 是吧 首都机场在大山子啊 在那个萧云路 萧云路有一个是叫国航大厦 国航大厦还是叫凤凰大厦呀 那儿还有国航的一部分 那儿也是我的客户啊 那儿管后勤管食堂的一个行政处处长 黄处长 黄处长应该退休了吧 应该七十多岁了啊 还有国航的什么凤凰公司 什么这公司那公司 那一片原来也买我东西 对面 对面是司法部 司法部的司法研究所 也找我要货 后来还跟我耍混蛋 为什么呢 我不想给送了 挣的钱少 而且是没有电梯 好几层楼 五六层吧 还是多少层 我得一箱一箱给他往上搬 我不想伺候他了 还跟我说 你知道我们什么单位吗 我们司法部的 那意思 我不给他送的货 恨不得把我抓起来 多人他妈牛逼 欺负人是吧 中国就是欺负人 公检法的 是吧 这个穿官衣的 就到处欺负人 那个首都机场 还有一个单位也牵走了 武警 叫武警的这个特警学院 武警的特警学院 现在武警特警学院 搬到了那个 有一条高速公路 是从城里边 往蜜云怀柔那边去的高速公路 是在这个昌平区的最东边 和这个就大东流那边 现在归小汤山 和顺义搭界的地方 应该是白马路 马路北 现在他挂两块牌子 也叫武警特警学院 也叫武警反恐司令部 他搬那去了 在那个院里边 还放了一架飞机 原来他们就练反截机的 放了一架这个作废的 就是那个那个 已经那个报废的 淘汰的民航飞机 就在那演练反截机 演练反截机的那么一个地方 那儿啊 我还知道有一个大校啊 跟我们有某一种联系